主播會客是我們今天邀請到來賓市蕭如松藝術園區的總監呂香妹呂總監 歡迎呂總監 你好 好總監好 那今天呢總監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最主要來跟我們新住室的觀眾朋友來介紹一下我們隱身在竹東的一個日式庭園 應該就是像我們表情講的蕭如松藝術園區 那其實蕭如松藝術園區對新竹市的觀眾朋友感覺比較陌生 因為有一點距離嘛 那是不是請我們總監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蕭如松藝術園區啊它的整個規劃還有它的建築的特色 蕭如松藝術園區呢它就藏在就是如表皮講的 它就藏在竹東的小小巷弄裡面 然後它的位置就在我們竹東鎮的大同國小的周邊 就一個小小的巷子裡頭然後 因為它以前是竹東鎮的學校老師的宿舍 所以它在後來在小老師過世之後 就由新政府文化局然後文化部以及科委會 然後陸續投入經費進來把它修建起來 然後開放到現在其實已經是多年了 對然後我們整個基地呢 室內外加起來佔地大約600坪 有五棟日式建築 是 這些日式建築呢它推估它的建造年份 大約是1930年到現在 所以其實它已經是一段還蠻長的時間了 對然後整個日式建築因為經過修建 然後再加上它的庭園的規劃 所以其實裡面是有一個非常非常棒的日式氛圍 是 其實觀眾朋友在我們電視上 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 是 好 那剛才總監有講到有600坪 室內跟室外 那它怎麼去做它的規劃 或者是說它有沒有提供哪些的體驗 還有它裡面有沒有什麼設施 來吸引我們新竹市的朋友來去 是 蕭如松藝術園區 是 園區裡面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有五棟日式建築 然後這五棟日式建築呢 其實分別有它的一個功能性 裡面有教室 有教室功能 然後有會議室可以使用 然後裡面當然有蕭老師的故居 蕭老師故居裡面 它裡面陳列的就是蕭老師 他當時居住在這邊的時候 他的家裡的陳列的狀況 然後有蕭老師 他的畫作的一個故事館 然後一個最大的一間是我們的展場 這展場呢 大約我們三週到一個月 就換一次新的展 所以裡面的展覽非常豐富 然後特別要提的是呢 園區裡面有一個網紅名店 叫四方青森茶屋 對 所以 因為它的餐點會比較像 改良式的日式偏中式的餐點 它都是套餐 然後我們的電花叫做 櫻花水性玄餅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 它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水性玄餅呢 它是日本的傳統點心 對然後因為它做起來 晶瑩剔透非常非常美 然後裡面有一朵櫻花 然後它是我們的 店內很多的外地的遊客 它是特地為了它來到園區 對然後它也很符合我們 整個園區的氛圍 再加上呢 它跟蕭老師其實是挺有緣緣的 蕭如松老師呢 它很喜歡那種透透亮亮的東西 它的食物冰冰涼涼的 對 所以它也去跟蕭老師 它的喜好有一個結合 好 那早先剛才講的 那是吃的部分 是 好 那有沒有玩的部分呢 好 玩的部分呢 整個園區呢 它就是一個日式氛圍 日式氛圍感非常重的地方 包括園區裡面的松樹也好 房屋也好 對 然後在園區裡面 我們有提供日式浴衣的體驗 好 所以在園區裡面 穿上浴衣 然後拿的 我們還有搭配它的配件 它的提袋啦 然後團扇啦 然後日式傘 所以在園區裡面拍照 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活動 再加上現在 因為疫情期間不能出國 所以我也出國到蕭如松藝術園區來 非常非常棒 所以穿著浴衣 然後在蕭如松藝術園區裡面走 感覺就到日本的感覺 對 好 那剛剛總監講的 有吃的 有玩的 還有看 還可以看展覽的部分 那一般的假日啊 我們民眾到那邊啊 他們可以怎樣去玩 我們整個包含周邊 有沒有什麼景點 可以介紹給我們觀眾朋友 竹東鎮呢 其實最出名的 當然除了我們蕭如松藝術園區之外 竹東市集 竹東市場 是全台灣最大的客家傳統市集 所以我們可以建議 我們的遊客到竹東來 你可以上午大概9點多 10點多就到竹東來 先去逛市集 尤其是假日的客家傳統市集 非常非常好玩 裡面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 就花一點時間 逛逛市集吃吃好吃的 逛逛市集 然後買買客家的小物這樣子 然後裡面有很多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小東西 然後很有趣的在地的食物啊 在地的一些特色 非常值得去欣賞 然後在逛完竹東的傳統市集之後 其實可以慢慢散步到 小五中原區來 來用餐 然後下午呢 拍個拍 換個玉衣照 對 拍個照 逛逛逛 對 然後走逛逛逛 看看欣賞 就很化妝 是 它就是一個很棒的行程 然後在結束之後 或許還有一點點時間的話 我們的河堤公園裡面 非常非常美 可以去走走看看 然後在竹東鎮上呢 其實還有一個民貫藝術館 也是一個很值得欣賞的一個 相當有藝術氛圍的地方 其實剛才跟市底下 跟總監聊的時候 就會很想要去走一走 感覺就是很放鬆的一個行程 而且坦白講 新竹是離我們竹東 其實還蠻近的 真的很近 好 那其實呢 今天總監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最主要 他最後要來告訴我們觀眾朋友 今年的蕭如松藝術園區 是 有特別的 算是大事記是嗎 好 要來介紹給我們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好 好 今年的 今年呢 對於蕭如松藝術園區 非常非常重要 對於整個大新竹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年份 今年是蕭如松老師 100歲的生日 好 所以呢 在因為這100歲 是相當難遇到的 所以呢 包括新竹線政府文化局 蕭如松藝術園區 我們從 從去年度就開始在規劃 整個年度的百歲名單 所以從今年的 六月份起 就有一系列的 百歲蕭如松的系列活動 在開始進行 開始有 有我們的美術 美術比賽的增見 然後到七月份開始呢 蕭如松藝術節 然後到後面呢 包括有音樂會 然後有蕭老師的 增肌的展覽 然後研討會 一系列活動就會在 蕭如松藝術園區 以及新竹線政府文化局的展廳裡面 來做展出 是 總監講的就是六月份開始 那觀眾朋友有興趣的 都可以上網去查詢嗎 是到蕭如松的藝術園區網站 或是新竹線的文化局 都可以查得到資訊 對 蕭如松藝術園區的網站 然後新竹線政府文化局的官網 然後臉書粉絲團都可以看到 相關的一個訊息 好 我們再次感謝總監 今天來到節目當中 來介紹我們新竹市的朋友 竹東一日遊 那以上的經事也提供給您參考 今天的卡破大新竹新聞 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我是劉鼠芬 我們下次見